陳玉君 還有監製葉如芬 還有劣姐 請再次上臺 還有主演的方韻婷 出導的前作《蕭西律子年節》 不僅賺得金花角的最佳影片導演 劉創日本獎 還被改成為日本版本 那這一部是《鋼沙》 《青年看不到才對》的電影 會有很多的後製要做 可是我相信大家聽到這部電影的大高說 那都非常的輕樣 好像不太像是陳玉君導演會拍的東西 不是貶低你 而是對你的改變 還有那個欺負心感到特別的興奮 所以我們請那個勳導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母是有什麼樣的故事 大概就是年紀大了 現在已經到六十幾歲 就是跟勘長 那日子也過得比較閒 也不喜歡工作 所以每天都是上網 然後看書 去著書館 然後就看很多資料 然後發現我對我父母那一代或爺爺奶奶那一代越來越好奇 很好奇他們當時的人生活是怎麼樣 然後開始就閱讀了很多 我1950年代台灣人寫故事 那尤其是在白色恐怖那一段那個階段 看到很多非常動能的故事 然後才想說天啊 這些事情怎麼都很少人去碰 很少人去拍 然後我也不是故意要拍這個東西 因為我知道我是個喜劇片導演 那可是就是不由自主的 我就覺得我好像欠那個時代的一個故事 那也不是一種使命感 就自己被那個時代感動 然後就寫了 當時寫完以後 我就覺得說 這個不太可能排得成 因為 以台灣現在的 場景 那個劇本裡面沒有一個找得到 那 演員全部都講台語或是講外省的講相應 現在年輕人演員大概找不到 我寫完就覺得算了 然後我交給葉劉芬 就跟他說 你看看就好 這個應該要花很多錢拍 不可能拍得成 我再寫另外一個好了 我再寫一個喜劇片 然後我就又花了一兩個月時間 又寫了一個喜劇片給他 然後他看了以後 跟他們公司的討論說 因為他們還是喜歡大萌 然後我說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要拍這個嗎 有個人說 拍啊 我說沒有錢耶 他說 你在想幹嘛 所以 這個大萌可以拍成 我要感謝非常多人 包括文化部 還有是部長 還有 兩位監職 還有我們所有人 特別要感謝方藝廷的父母 因為 拍到的時候 我覺得 天啊 真的只有方藝廷可以演這個角色 而且他演得非常好 偏偏是我到六十幾歲以後才拍這個東西 然後 而且六十幾歲的時候 他剛好長到十幾歲 可以來演這個角色 真的很感謝他父母 然後 然後 言歸正傳就是 這是一個 因為當時看了很多故事 有講一些受難者啊 什麼什麼 那我一直覺得好像沒有人去講 他們的家屬 所以我特別想要 對家屬寫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小女孩 他發現他的哥哥 有一天被通知 他哥哥被強逼了 然後 父母也不在 那他就 想要去 從嘉義上去台北 要輸回他的哥哥的屍體 但是他沒有錢 那那個時代 其實要 去領一個屍體 要很多錢 要好幾個月的薪稅 他其實是演一個 大概十五歲的女孩子 他就帶個幾十塊錢 就來台北 然後這一路上碰到 有一些險惡的人 有一些很好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故事本身是 沒有什麼仇恨的 就是一個很溫暖的故事 然後 我們所有演員都很棒 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拍完這個故事以後 我發現 啊 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哈哈哈哈 感覺真實吧 哈哈哈哈 現在有勳導如 得獎感言的分享 哈哈哈哈 不過你剛才講說 你丟給如文那個劇本 你要說你要寫一個 這個喜劇的劇本 那個有寫嗎 有 那記得申請課導金 哈哈哈哈 哎 如文那就請你來的還好 就是勳導 勳導常幹這種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比方說十幾年前 我們在做那個 十加十的短片計畫的時候 我們請勳導出馬吧 那時候 我們希望每個大家可以 叫一個劇本 一個簡單的大綱就好 免得二十位導演 會有類似的題材重複 他是一次交兩個 而且是交劇本 不是大綱是劇本 還要求我們工作人員 看完以後幫他選一個 把他先拍 他告訴我們說 另外一個還不能講 他以後要拍 然後後來他拍出還蠻喜好 根本不是他給我們那兩個 他說他後來想到一個更好的 他去拍的那一個 就他有好多好多一些奇妙的這些點子 可是他自己都說 這是一個不太可能被拍攝的 但是又要好人創作 怎麼說服你 你怎麼說服老闆去拍這個 聽起來這麼困難的題材 其實 對勳導一直下來都是這樣 每次我們 就是 上司情人節拿到金馬獎以後呢 我其實跟列友就在想說 完了現在拿了金馬獎以後 那現在後面勳導還要拍什麼呢 那當然 盧過王他又拿了好幾本 不同的劇本來讓我們學 但是其實 一樣就是 我一直在想 我們這三個人 就是福禄獸這三個人 拍了 合作了四次 那麼 我們這一次 我們可以拿出什麼樣的劇本故事 來跟觀眾見面 那一定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三個應該是現場 已經算是最大的 所以就很想說 要做一個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好故事 就是讓大家再更記憶久遠一點 我們一直在想 那當然 過去的事情 我們只能回望 但我們其實是可以靠著電影 讓它記錄下來 其實 講反一點 就是環境 現在環境其實我很憂慮 就是環境也沒怎麼好 但是呢 可以有一些些機會 我就想說 那試試看 所以就這麼簡單 也沒有那麼偉大的那個使命感 那只是覺得說 可以做我們就來做 那 前陣子我們在剪接 那導演每次剪 每次哭 然後我們其實看了 其實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很謝謝徐導 這次拿出一個 可以令人非常感動的一個故事 那也希望明年 我們是暑假 然後就把那邊都擔心 我們可能是明年暑假 或下半年才可能會上 但是呢 我很高興很榮幸 可以 就是做到這個電影 因為要講1950年代 我都還沒出生 所以那個年代的這樣的故事 真的很難很難做 尤其在台灣 但我覺得我跟烈姐 我們還有 我們整個劇組團隊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努力 我們做到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天 這次要跟人機馬的腳步 到坎城去跟國際的演員交流 我其實非常開心 也很榮幸 這是真的 我們請聽起來聊聊聊 因為上次拍《消失的情人前》 先是搭了一個郵局 因為國際公司不可能拍拍攝 我們自己搭了一個郵局 後來還把那個新衣商圈 轟結拍 那個奇幻的場面 聽起來都已經非常高難度 1950年代到哪拍啊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這些景跟那個開設 怎麼去解決的 因為那個台南案內新設的 一個園區 就是專門給劇組搭景拍攝的 剛好我們的時間點也趕上他們 那當然就是 其實時間有一點點倉促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在 是真的謝謝我嗎 因為我話不在中間劇中協調 幫了我們很多的忙 讓我們就是跟 暗內在這種最緊迫的狀況之下 我們後來 我們很多的場景 都是在暗內搭起來的 然後吳老師你還記不記得 你有一次問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方玉婷 方玉婷演 1950年代 他那個 他美國人耶 我真的問過這個問題 他美國人都不講台語嗎 我跟你講 他超厲害 他在戲裡面 他真的把所有的台語 他是用背的背下的 我後來才想的是 就是 就是 你好像連讀中文都不太行 他連中文字都不太會看 他的劇本是他媽媽一句去念給他聽 然後 因為我們有請台語老師上課 可是他真的 我們就說這個是天才 他把所有的台語 全部用背的背下來 而且 因為是1950年代 所以其實裡面很多台語的 用字跟發音跟現代 其實不太一樣 那 他在現場 講那個台語出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我們所有的人 眼淚都快掉下來 因為覺得 真的是覺得他真的太厲害了 你可以放心 好好好 有一次拍片的時候 他跟男主角柯維妮 穿著這樣子 然後用英文把台詞講了一遍 我快方便了 那我們就把問題留給你的 從美國女孩變成台灣女孩 我真的那時候 因為我們很有興 就先讀過劇本 我也採用這份 光讀劇本 讀到最後 也都要點累了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 最大的質疑就是 雖然光讀劇是所謂的怪物心人 但是 這個背景真的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就直接先問光讀劇好了 就是 這個歷史離你那麼遙遠 剛才那個薰老師說 是他爸媽那一代 這個是你祖父母那一代 都在你的成長間 或是你的知識伴侶之內 那你怎麼去理解 就是這個情節 跟 理解鳥眼的這個角色 然後你再告訴我們 那個語言的問題 到底怎麼可能 我是先 由自己去查一下 大概那個年代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 了解的是 就是白色恐怖 然後有 然後有 就是普通的生活 就是管得比較嚴格這樣 然後之後 我有去問爺爺奶奶跟阿公 他們小時候的 就是 日常生活大概是什麼樣子 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能夠跟我分享 然後 就是 就會跟他們一起聊 然後 這樣子 就 更了解 任你大概大概是 怎麼樣子到 他們那時候也是 學生的年級 對 那語言呢 對 你怎麼 就是 怎麼克服這部分 是你平常 就會講嗎 還是 宣導了給你什麼 可怕的功課 我知道 你看到演員 尤其是女演員 他有給你什麼 特別的壓力嗎 或是課程 呃 就是 拍攝前 那個劇組有提供 台語課 然後上完課 我會回家 跟媽媽 比你的臉 然後就 每天都會 唸一次 就是整個劇本 唸到開拍的時候 我幾乎 整個劇本 都已經背完了 就是 對 因為我自己也很緊張 所以 我在家裡都有 唸很多次 然後 我平常媽媽 開車帶我去學校的時候 我們的影片 也會就挑 挑 台語的 嗯 電腦 對 你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 宣導跟教系的 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你特別 難忘的 都沒有管他 最好是這樣 大哥跟我講 都不是這個樣子 我真的 是 他這次都罵柯瑋琳 你要是 研究 我把心血都罵柯瑋琳 他太天才了 他太天才了 所以柯瑋琳太笨嗎 不是 你看他香港人 要不演一個老兵 也是很奇怪的 那他是天才 他就是 看完劇本 我都沒跟他講過什麼 他就自己一直演 我想這樣 好厲害 我就再次干涉他 把他誤導他 我們現場 就是坐在柯瑋琳 後面的 最常聽見的一句話 就 他好厲害 一直在講他好厲害 好 那大家可以期待 那個 再次展示給大家 什麼驚人的 關鍵演技了 好 那我們就謝謝 謝謝謝謝台上四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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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今天 要請的 最後一組的劇組是 女兒的女兒